你敢相信吗 中国第一大沙漠 塔克拉马干沙漠居然出现了700多个琥珀 甚至联合国都感叹道 这简直就是世界奇迹 这些琥珀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的西北沙漠难道真的要变成塞外江南了吗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加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让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到 中国塔克拉马干沙漠一夜之间出现了700多个琥珀 这种罕见情况在2022年之中 塔克拉马干沙漠是位于我国新疆南疆的塔利木盆地中心 并且是我国最大的沙漠 同时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 当然既然被称之为沙漠 那么必然是以少雨为主 的确该沙漠区域的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 最低只有4-5毫米 而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500到3400毫米 所以就算是有水 基本上也是彻底被蒸发掉 但看到塔克拉马干沙漠出现众多琥珀 那必然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了 按照央视指出 今年是塔克拉马干沙漠近十年来水量最大的一年 而在雨水不断涌入的情况之下 河水漫移到附近的塔克拉马干沙漠中 形成众多琥珀 场面未为壮观 的确从画面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到 沙漠之中的琥珀还不小 所以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当然很多人看到这个事情 会说这是好事情 沙漠便绿洲之日可待了 的确从这方面来讲算是好事情 这对沙漠周边区域来说 只要变得更绿了 那么沙尘的影响就变小很多了 为什么塔克拉马干沙漠会形成700多个湖泊呢 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 塔克拉马干沙漠会不会变成一个面积巨大的绿洲 首先我们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下 塔克拉马干沙漠位于新疆南疆的塔利木盆地中心 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 差不多是两个广东省的大小 但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 最低只有4-5毫米 常年黄沙对积 狂风呼啸 温度变化大 一座座金字塔形的沙丘屹立在沙漠中 狂风甚至可以将沙墙吹至900米以上的高空 可见自然条件之恶劣 因为降水量极其稀少 这里只有少量根系发达的植物 为了抵抗干旱 那里的动物还有下面的现象 据常年的监测数据 塔克拉马干沙漠腹地的年平均降雨量 仅有100毫米左右 而沙漠中由于光照十分强烈 白天气温很高 在夏季沙漠地表经常出现70摄氏度的高温 再加上这里风力很强 造成蒸发量十分旺盛 平均下来每年有3500毫米之多 因此气候非常干旱 那么既然塔克拉马干沙漠如此干旱 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强烈的降雨呢 近年来如果大家比较关注我国气候的话 会发现塔克拉马干沙漠区域有时会出现暴雨天气 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洪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于沙漠来讲非常罕见的情况 这既有全球气候带发生紊断的原因 也有区域极端气象事件的具体表现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的持续加强 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今年夏季很多地区又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性高温天气 拿塔克拉马干沙漠来说 在气候持续变暖的影响下 西北太平洋负热带高压持续冲击青藏高原 与此同时湿热的暖空气也会随之进行输送 有一定几率越过青藏高原而向北积蓄挺进 然后在塔克拉马干沙漠附近与同样活跃的冷空气相遇 从而产生了非常剧烈 非常集中 但持续时间不长的大暴雨 在水体聚集的区域 依靠水体的滋润 的确在短时间内就能形成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 地表植被开始生长 甚至有的区域植被覆盖度还会有明显的提升 有种将要变成沙漠绿珠的趋势 但是这种状态能够持续下去吗 沙漠要想变为绿洲 水是第一位的 必须要有支撑绿色植物和生态系统存在的持续性水量 充足性水量才可以 但是对于塔克拉马干沙漠来说 其降雨多集中发生在每年的夏秋季节 虽然有时降水量很大 但持续时间都很短 该区域无论是总体的气候特点 还是沙漠生态系统的变化 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 并不会因为几年 几十年的时间或者几场大暴雨就能轻易改变的 一旦沙漠里的暴雨停止 那么还会迎来长期的持续性干旱甚至高温 在高蒸发的作用下 原本聚集在低洼处的水体就会慢慢干涸 与此同时 通过反复冲刷和沉积作用 在低洼处也会汇集越来越多的矿物质 加重岩碱化程度 因此短期生长出来的植物 也会因为上面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快速枯萎死亡 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面积巨大的沙漠 我们目前对其治理的措施仍然是以空为主 即在沙漠的边缘地带 依靠巨大的投入和人力来种植相应的绿色植物 并提高它们的成活率 从而延缓或阻止沙漠的扩张 而对于沙漠内部 从目前的技术水平看 想要通过源源不断输送水源 或者实施大型的水力设施来达到改善治理的目的 还不可行 毕竟治理难度极大 投入成本太高 而且可持续性极低 没有什么性价比可言 不过按照塔克拉玛干沙漠平均2500到3400毫米的高蒸发料 如此奇观最终也只会是昙花一现 所谓的西北变塞外江南只不过是国人心中的愿景而已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频发的天气异象确实也让人忍不住想感慨一句 果然啥事都是火酒见 只要发生的时机对 就能见证历史奇迹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世界上的地势大沙漠 同时也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流动沙漠 如果我们将塔克拉玛丹大沙漠以及整个塔里木盆地都变成湖泊 将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塔里木盆地占地53万平方千米 如果变成一个淡水湖 那么毫无疑问将会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湖泊 因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湖泊是离海 占地约38万平方千米 它是一个咸水湖 一个占地53万平方公里的淡水湖从天而降 这对于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人们来说 无疑是一件好事 至少最初是这样的 我国西北地区产业发展的最主要限制因素就是水资源的短缺 而水资源短缺是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 塔里木盆地深居内陆 就连最近的印度洋也被喜马拉雅山所阻隔 水汽无法到达 但如果塔里木盆地变成了淡水湖 那么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53万平方千米的巨大湖泊将会使当地的蒸发量迅速增加 空气将会逐渐变得湿润 而塔里木湖周围地区的降水也会随之大幅增加 当地的生态环境将会得到迅速改善 整个西北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总之 无论是从生态 气候 还是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塔里木盆地变成塔里木湖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如果非说有什么坏处的话 那就是我国陆帝国图组面积减少53万平方千米 不过塔里木湖对于当地生态和气候的改善只是一时的 时间一长 一切就会悄悄发生变化 对于一个内陆湖泊而言 有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水源的注入 一个就是湖水的流出 一个没有水流注入的湖泊 注定是无法长久的 而一个只有注入 没有流出的湖泊则会慢慢变成一个咸水湖 而且湖水的盐度还会越来越高 这是因为在自然界中 没有绝对的淡水 通常我们所说的淡水指的就是含盐量小于0.5L的水 水携带着盐分注入湖泊 而湖泊中的水却无法流出 只能够通过蒸发不断减少 于是湖泊中的盐分逐渐沉积 越积越多 慢慢的 一个淡水湖就变成了咸水湖 而且盐度还会越来越高 但水湖变成咸水湖 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最终连咸水湖也会消失 当然 如果塔里木盆地变成湖泊 降水量肯定是要大幅度提升的 但是蒸发的水并不会全都落回塔里木湖之中 会因大气环流而被带走一部分 而另一部分降水又会将当地土壤中的盐碱 带入到塔里木湖之中 虽然降水量大幅度提升 但是总蒸发量还是要大于降水量 于是塔里木湖的湖水还是会逐渐减少 塔里木湖也会逐渐萎缩 当整个塔里木湖再次消失的时候 当地的生态环境会比之前恶劣得多 因为一个盐度极高的盐水湖蒸发殆尽之后 留下的将会是一片盐碱度极高的盐碱地 而面对这样一个53万平方千米的盐碱地 只有四个字 束手无策 所以沙漠就是沙漠 绿洲就是绿洲 我们要保护生态环境 但不能妄图违背自然规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定义 我们下期再见